霹雳宝一名84岁华裔老翁刘森 3月11号登上宜宝酒栋万龙山之后宣告失踪 过去8天尽管搜救人员和家属都曾经登山寻找他的下落 却都无光而返 有心忡忡的家属召开记者会宣布悬赏1万令吉寻人 他们表示无论是死是活都要找到老人家 3月11号傍晚登山之后音讯全无 警方、消整人员和民间登山队组成的搜救队 努力了8天都找不到84岁的老翁刘森 家属多天来测验难眠 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悬赏1万令吉 请求公众协助寻找父亲 失踪者的小儿子刘国健表示 父亲失踪当天傍晚6点10分 曾经有人拨通父亲的电话 父亲当时告知已经迷路不知身在何处 随后就再也联络不上了 刘国健指出 他们曾经依据谷歌追踪电子用品定位的技术 鉴定父亲最后出现的位置 但无法寻货父亲 搜救队甚至进入偏远山区 也找不到他的下落 因为那边是要经过几个河 上山再河再上山 那是很难去的 我们有评估过啦 因为他已经84岁 所以他的体力 他应该不会去到这样远的 这是他的last known 最后我们知道他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帮我找我爸爸出来 谢谢 刘国健表示 父亲热爱爬山 有20多年的登山经验 登山的前两天也做了身体检查 情况良好 也没有老人痴呆症的迹象 失踪者刘孙登山当天戴着红色帽子 身穿青色长袖衣和黑色长裤 有相关讯息的民众 可以联络刘国健 011-212-78-755